大家看在路边这个垃圾堆这里又发现有人丢了花 这一颗的话是猪顶红 这颗猪顶红应该是开发花之后 以为是烂了就把它丢了 即使像这种猪顶红种球 我们剪回去只要简单处理一下 就能让它暴涨小侧芽 大家看一下 之前用这个方法处理的这一颗猪顶红种球 已经长了满满一窝猪顶红小球 像这种猪顶红种球 我们剪回来先把它切成四半 然后用这个棍子给它撑开 不要切断 切断的话它就容易腐烂 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接下来准备一点杀菌药多菌磷 对水 然后把猪顶红种球放进去 给它浸泡五分钟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伤口腐烂 然后直接把它栽种到花盆里面就可以了 吐干了就给它浇水 我们每次给它浇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水不要接住到伤口 直接沿着花盆的边沿给它浇透就可以 接下来正常洋护 如果发现这个猪顶红种球有腐烂的现象 那么拿出来给它清洗一下 再用杀菌药给它泡一泡 很快它就会长满小侧芽 就像我这一块一样 满满的一窝小侧球 好了 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见